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用這個鹽酸來滴定這個氫氧化鈉 就是中和 那實驗裝置呢 如這個圖 那下類何者錯誤 我們看A選項 中和後容易溫度會升高 這個對 那因為那個中和環孕 他是放熱環孕 氫離子加氫氧跟離子 變成水分子 這個是放熱環孕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他選錯的 所以這個不要選 這個是對的 我們看B選項 當加入的鹽酸跟氫氧化鈉 默素相同時 可以完全中和 這個對 就是說 如果說氫離子的默素 跟氫氧跟離子的默素一樣的話 就完全中和 這個對 我們看DC選項 中和後 將追其品中的容易倒入氧化鈉 加了氫氧化鈉 加了氫氧化鈉 這個對 為什麼呢 因為這整個環孕 就是這個鹽酸 HCL 加氫氧化鈉 變成氫化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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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水 你如果把這個水蒸發掉的話 剩下鹽 那這個鹽的話呢 是金體 它會那個吸出來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這個是C選項 C選項 這是對的 我們看D選項 D選項 D選項 它說實驗過程中 可用溫度計 邊涼溫度 邊攪拌 以畫面操作 這個錯啦 這個溫度計 是用來涼溫度的 而不是什麼 不是來攪拌用的 所以D選項是錯的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D 可以打開 它 所以 我們在看D選項 當選項 有什麼